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给大家讲第九讲的第二期特别节目 中华民族第一次经济闭关 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涉及反思呢 这一集的我就讲一个话题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 这已经20年了 总共有过两件影响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 第一个重大事件是2000年9月11号的911事件 那么那个事件引起了美国的反思 到了2020年今年 又发生了中国的武汉疫情这个事件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 尤其是在21世纪的历史上 更是一个改变世界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 为什么我把中国这个事件叫做119 非常巧 咱们习主席对武汉疫情的批示 只是是1月20号公布的 他在批示接到文件那天是1月的19号 批示办以后1月20号做的公布 正是119拉开了这一个警报 是我们武汉疫情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 开始进入了这场人民战争阻击战 中华民族的这一次集体闭关 要反思了 那么怎么反思呢 从哪些角度反思呢 我给大家提一点建议 这些建议的话呢 都是我们的祖先在反思闭关的时候 所达到思考的境界 我给大家讲 第一个经典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典籍 是我们一个经典著作 他是怎么闭关反思的呢 他就讲 田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大家想一想 这几句话 是黄帝内经 在闭关的时候 说思考的话题 我们这武汉疫情 病从哪来的呢 大家想一想 这个病的来源 来自于我们精神不内守了 为什么我们精神不内守了 我们现在缺少了一种精神 正因为我们缺少了精神 病才来的 所以我们反思 第一个角度 站在黄帝内经这个方面来看 就是要反思 我们还有没有一股的精神 我们内守这个精神没有 这是一个关键点 第二点 我们今天 无欲横流 大家为了挣钱 为了物质利益 到处争 到处抢 恶心竞争 我们保持没有 田淡虚无呢 这次武汉疫情 我们反思一下吧自己 如果我们田淡虚无了 这个病安从来呢 病不会来的 大家想要真气从之 我们今天中国这个社会 真善美的东西还有多少呢 我们反思 要站在这个角度来思考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 我们的圣人老子 是怎么反思的 是怎么反思的 他在闭关的时候 是怎么思考的 他在《道德经》第十六章 就讲了这段话 福无云云 歌福归其根 归给越静 静越福命 福命越长 知长越明 不知长 忘作行 大家注意啊 这句话 福无云云啊 万事万物啊 云云众生众物啊 最后都要回到他的根本上去 归其根 根本是安静 要闭关守静 大家想一想 我们这个武汉疫情怎么爆发呢 我们的社会现在静吗 归根越静 我们离我们的根 远了 也就是说 我们离我们的戳心 远了 那么我们失去了 安静的心 静越福命 你安静了 你才知道你的命 你的命立在何处 今天我们大家 爱惜自己的生命吗 胡吃海喝 熬夜 大家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命吗 福命越长 长是什么 规律 研究规律 那么我们人生的规律是什么呢 那么就追求幸福 知道了规律 知道了什么是永恒 才叫光明 不知常 不知常 妄作凶 这六个字啊 太绝了 大家说 和妄有关系的成语有哪些 妄自森大 这是第一 第二 妄自菲薄 一个是自大自傲 一个是自卑感 两极 今天我们中国人 还有没有文化自信啊 妄自菲薄 重阳没问 还相信不相信我们中国文化的优势啊 大家想一下 正是妄 妄了最后什么呢 狂妄自大 今天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啊 什么话都敢说啊 什么事都敢做啊 狂妄自大 想一夜暴富 痴心妄想 是资亦妄为 这都和妄有关系的 那么正因为有妄 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 圣经有地方 要想世界灭亡 首先让他疯狂 武汉移情 这次可把我们给治了一下 因为什么呢 这个灾 是什么灾呢 中国有一个成语和妄有关系的成语 叫无妄之灾 什么叫无妄之灾 说不清 道不明 不知道怎么突然来了 我们的圣人早都说完了 我们要反思了 中国人啊 这一次啊 要在这个闭关当中 反思我们有哪些狂妄的地方 要谦虚了 不能再那里了 要守住我们的心 再说孔子 我们的另外一个神人孔子 他怎么理解的闭关 他在思考什么呢 他在闭关的时候 是思考的 知止而后能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他知道要停止什么 这个止什么意思呢 就是脚丫头的意思 脚丫头的意思 他知道停止脚步 不能再往前走了 这次闭关 为了叫暂停键 停止脚步 抓紧反思思考吧 要失静而止谷 要失静而止了 我们只有知道了 停止见 反思了 我们的心才能安定下来 我们才能够静下来思考问题 我们才能得到一切 这个德是什么呢 就是道德的德啊 我们有了道德 我们才能得到一切 另外呢 诸葛亮 是我们的智慧圣人 他在闭关的时候 思考什么问题呢 服君子之行 闭关的人 思考的人 就是君子 敬意修身 要修养自己 要修身 齐家 治国平天下 另外 简易养德 我们民族的传统 勤俭养德 我们勤俭没有 我们今天浪费太多了 非淡泊无一明智 我们今天淡泊没有 淡泊就名利啊 我们名上 利上 权上 我们淡泊没有 只有淡泊了 才有志向 非宁静 无一致远 只有我们闭关 彻底反思了 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 才能行闻致远 这一次的反思啊 我们从我们的智慧 圣人角度思考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的清朝的一位大师 叫金音的 他写了一部重要著作 叫《格言连毙》 他在闭关的时候 思考的问题 大家想一想 各位观众朋友 你要琢磨 他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厉害 基本上点到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学位上了 他是200年前的人 闭关 静坐 然后知平日之气符 大家想一想 这一次我们闭关了 想一想 我们平时是不是 非常浮躁 手末 我们闭关了 然后知平日之炎灶 我们是不是动不动都来气 急躁得不得了 另外我们闭关了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知平日之心芒 庇护 然后知平日之焦烂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原来焦的朋友 有很多的酒肉朋友 有意思吗 闭关让我们死焦烂 焦友之泛烂 我们闭关了 我们突然发现 我们知平日之病多 我们的毛病太多了 我们闭关了 我们突然发现 人情的可贵 我们知平日 我们对待朋友 我们珍惜朋友的友谊没有啊 我们是不是对朋友太苛刻了 200年前的文化大师精英 对我们彻底反思闭关 从这几点来彻底反思 我想对我们个人 对我们国家社会都是有益的 本集讲到此处 那么下面呢 我就开始讲第三集 那么武汉疫情为什么说 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制度 是否有优势的重要观察期 感谢观看